我是三哥正能量 现在呢我说一个观点 大家认同吗 就是现在国内 不管是南方北方 大家都在关注房价 每个人都在非常敏感的关注房价 但是呢大家都不去买房 这就是现在楼市最大的窘困的局面 那么现在大家不买房 是不需要房子吗 还是真的已经远离了楼市 那我觉得都不是啊 那么随着城市化建设 到现在已经20年出头 从2019年末开始啊 可以说我们国内的绝大部分城市的楼市 基本上趋于平稳 那么从20年开始稳步的往下下调 也就是说最近这三五年 大部分的城市并没有增加太多的楼市的数量 主要原因就是一些相关部门 公布了城市化进程的尾声 就是基本上结束了 大量的楼房和我们现在这个楼市的需求量 基本上已经出现了这个顺差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房子 那问题是最近这四五年 难道大家都不需要房子吗 这肯定是不对的 市民当中东北最大的城市 也是国家的二线城市 二线省会城市 那么对于房子的需求量还是有的 为什么这样讲啊 那么本身像我们从事的是中介这个行业 每天每天每周都要出来给这个房主拍房子 也就是说你如果到你们当地的房产中心去看一下现场 会有大量的每天的这个交易的数额 那么当然这里边大部分的都是一些这个二手房偏多 那么现在对于房子的需求 从过去的大家一味的去追求新楼盘 新楼房 到现在转变 大家其实更多的是任何性价比 去追求一些次新房 这就是我在过去视频一再提倡的 建议大家去买次新房 那么次新房 什么叫次新房 就是大概这个房子也就是三到五年都属于次新房 次新房的好处呢 那就太多了 比如说 他的这个房子已经经过检验安全 性价比高便宜 而且是带装修 对吧 像视频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房子就是属于一个新楼盘 到目前为止可能也就不到两年的时间 那么新楼盘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其实现在来讲它的空置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其实我们要知道二手房 纯正的二手房基本上要超过两年以上 二手房的这个空置率相对新楼盘来讲呢 空置率没有那么低 我们现在刚才讲到的话题就是大家其实对于房子的需求量是有很大的需求量 尤其现在的年轻人 从大学毕业之后呢 一般都是独立居住 包括很多年轻人结婚之后都需要用房子 再加上现在的很多中老年人改三户型也需要房子 那大家观望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第一个 大家还是觉得现在的房价比较贵 拿东北的这个前五大城市来比 房价已经跌到了最近十几年的最低点 但是相对于我们的收入来讲 现在的房价还是贵 基本上都是在一万多 现在还是比较贵 第二个就是大家观望的原因就是在等待房价是下跌还是回暖 如果房价继续下跌大家继续观望 如果发现房价回暖大家会迅速出手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很多群体仍然还是需要房子的 只是现在还不敢去买房子 还不敢去笃定 房价一旦回暖 大家放心房子会一抢而空 但是相反房价如果持续下跌 甚至整个的前途比较渺茫 那么大家卖房子的这种压迫感紧迫感可能会越来越强烈